新北市中科区连城里 举办一个月一次的共餐活动 李明参加共餐能和邻里相聚聊天 认识新朋友 透过共餐的活动 健康时间还能够活络身体 长者对里长的这项服务都赞不绝口 伸手拍拍 伸手拍拍 这个动作呢确实很想欢呼 朋友们加油加油 台下80位长辈跟着影片 一起做动健康操 中和连城里举办一个月一次的共餐 长辈开心出家门和邻里话家常 你来可以认识左右邻里的朋友 平常大家见面只是稍微点个头而已 在这里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天 就感觉彼此感情会比较增加一点 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大家都是有年龄的人 所以感觉特别不一样 远亲不如敬营就是这样子的 连城里在里长林仁凯的推动下 每个月固定举办共餐活动 让长者走出家门运动聊天 里民感受得到里长的用心 我们里长和癌可亲对里民的温馨 对里民的每一件的贡献 各位里民眼睛都是有目共睹 都看在眼里 所以为什么他每一场的活动 每位里民都非常非常踊跃的参加这里长的活动 这活动对我们身心有益 而且上了年纪必须要活动 所以说要活就要动 有种种办这种活动的动作 对我们每一位老人家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好 也非常非常的健康 做完健康操后领取营养便当 长者都是满脸效益 里长期望透过共餐活动 活化长者生活 为单调的退休人生增添活力 鼓励这些长辈走入我们社区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互动 不要说在家里会变成说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做 就是很无聊这样子 因为也能够增加我们老人家 不会得到失智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共餐就是 老人家相继大家聚在一起的话 都非常的开心 每次来参加共餐都很高兴说 能够一方面能够得到一些知识 还有一些讲座的各方面的一些讯息 让他们老人家每次来参加都很高兴 有这个收获 在里长的细心安排下 银法族可以吃得营养又健康 出门认识新朋友 为生活增添新色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